随着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 长期照顾成了重要的议题 不过在关心被照顾者的同时 其实照顾者本身 他也经常遇到各种问题 新北市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 他们就提供了八大服务 如果您是居住在新北市的家庭照顾者 当您对于照顾技巧或是社会资源不熟悉 或者因为照顾感到疲累不堪的时候 都可以和新北市家庭照顾者关怀协会联络 我们会办理一些活动 教他们如何去照顾家人 同时也正在他们心理的一些抒压活动 办理抒压活动跟一些心理支持的服务 我们还有到宅的照顾技巧指导 去家里面教他们怎么照顾他的家人 很多家庭照顾者想要再度回到职场时 常面临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困境 协会也积极提供辅导 让这些家庭照顾者可以有一技职场 有一些已经结束照顾工作的照顾者 因为他们也面临一些就业跟经济的困难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培训他们 教他们怎么煮咖啡或者是冲茶 那未来或许可以当作他们的一个第二专长 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来有一些收入 那同时我们首先是透过培训他们煮咖啡 我们先配合社会局的成立30个陪伴站 我们将会去深入社区做巡回 那由家庭照顾者来冲泡咖啡 来招待当地的照顾者 那同时也告诉他们一些 他们过去照顾的经验 当家庭照顾者可以获得喘息 抒压或者是得到照顾技巧 以及心理协谈等支持 才能维持良好的照顾品质 协会未来将设置据点来提供服务 记者坊间卡林仅于三重采访报导